今天我们骑车来到一条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外的一条无人的大道上 大家看这个路况非常的困非常的好 准备进行一场油车电车的PK 参加PK的是一台亚马哈的R6和一台川崎的J1000 还有一台是咱们菜鸟的家常轴距版本的近战三代目 然后还是安全第一 我们选择了这条没有人的郊外大道 大家看这条道非常好 没有车也没有人 我们在玩车的时候 想鄙视 想竞技的时候 一定要到这种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地方 进行竞技鄙视或者说娱乐的活动 不要在市区人流嘈杂车流 繁多的地方进行电膜的一些动力的宣传 因为关注我们的年轻人有很多 年轻人会以你为榜样 你的一些所谓的耍帅的动作 会给年轻人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然后介绍一下这台电车 这台电车的配置是 全顺15000瓦的电机 是个平衡版的电机 然后搭配的APT 11400的控制器 是当前APT最大的型号 电池是LG软包的30串 100安时的锂电池 前面也是台湾定制款的 支持双叠版本的智捷 FF2的前锦阵 然后两个波雷伯 F50的卡价 这台这一千是我刚刚买到手的 老粉丝们也看了我最近的视频了 然后这一千的官方数据 零摆数据也是3秒1 在他R6也想跟电膜比试一下 他觉得这个电车 是传说中的很猛 他今天想亲自的尝试一下 下面准备进行PK 让R6一个车位着 大家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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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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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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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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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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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6 中间的差距会更大一些 然后至于油车和电车到底哪个猛这个话题 想必玩家们心里也有一个概念了吧 比起步比比零百加速 电车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赢家 比急速比中段加速 油车的发动机转速上来之后 油车的优势更大 然后最后说一句油电本是一家 不要再互相喷了 一样可以在一起玩